有讲过一些沙巴不是州 他是一个国吗 是国 本来四个 马来亚也是 沙拉越 沙巴 新加坡跟 新加坡是没有独立参加 这两个州是独立成为国 才参加我们的 为什么他们会参加马来亚 他们是英国安排的 这个是最后的目的是 要保护他们自由利益 英美的势力在那边 那么沙拉越的人 会不会说他们的意愿 要脱离马来西 他们那时候政治 知识很落后 那时候他们很落后 他们教育也不高 现在他们有 现在下一代比较 比较知道他们的潜意受损 其实他们的潜意已经受损了 那么这次州选 他们这个脱离马来西亚 是他们的主要策定吗 这一次来临的这个沙拉越 受损了 他们应该捍卫他们的潜意 在大 在参加马来西亚的很多卸议 他们一寸也不可以 放给中央政府 其实你问沙拉越的律师们 如果还真正爱沙拉越的话 他们要详细细度那个卸议 1976年马来西亚已经称赐他们的潜意 那个游的潜意 他们不种联合国 如果你是一个国家 自由是属于你的国的 多少海里也属于 他们是有 没法子 你的知识 他们的政治水准还不高 那时候 现在已经有Facebook 什么东西 现在应该有很多人去传这个东西 现在知识应该提高吧 开了他们的律师 还没有减轻的律师 如果他们回了钱 就很难讲了 如果还有生意感 又又不同了